跨過年了 返鄉的民眾要注意了 交通部公告 雙鐵跟國道客運 從二月一號開始 車內全面禁止飲食 而雙北市大約兩百九十條路線的公車 也是一併跟進 臺北市的供應處就公告了 即日起 民眾除了因為生理需求 必須要喝水服藥 哺乳者之外呢 乘客禁止在車廂內飲食 勸導不聽的話 會處以三千至一萬五的罰還 而目前北市公車路線約兩百九十條 超過三千五百輛的公車都得全面禁止飲食